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乐怪也没人知道她的身世了 红颜答应我 别让她知道 有我这个姐姐 免得她伤心 别说了 我答应你 气坏五草雪冥散 毒性发作之际 灰腐烂五脏六腑 一场痛苦 横颜 亲手替我了结这一切吧 那么 永远 救救我 李琴 我错了 是我错了 孤村 我不清楚 你接近我这半老徐娘 究竟是出自珍惜 还是另有目的 但我对你永远 你在他身边的那些日子 所以 绕了我 此生 不再相见 极乐观灌主一行全灭 魔情宗大获全胜 看来无需我们出手了 收队 大人 今日击邪了这么多兄弟 就只是为了观战 此乃地藏的命令 不容置疑 极乐观这回摆得如此之惨 地藏 真是好手段 地藏这个家伙 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 还是静儿远之好些 血一楼的人埋伏在山外 我还以为他们想趁火打劫呢 这就走了 小红颜那边也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大红尘 还想着危机时刻我得拼了这把老骨头的 也好 我这老骨头可经不起多少折腾了 还有那个血液 不错 不错 我魔情宗 后继有人类啊 极乐观 包括观主大红尘在内五名先天高手深远的消息传出之后 顿时极乐观宗门大乱 云与会馆主人白素元及时回反 暂待观主置之 控制住了局势 虽然极乐观至少仍有三位先天高手留存 山门大阵更是毫发无所 不惧外敌入侵 但确实已风光不在 只能归缩一语 不敢妄谈扩张 从此以后 大汉帝国九大魔门排名垫底的不再是魔情宗 取而代之的是原本排名第六的极乐观 这几天秦心慈一直找我切磋 小爷这么洁身自好的人原本是想拒绝的 不过秦心慈信实淡淡的说绝对不会再压榨我 而是互惠互利的阴阳和和之法 我为了探索真知啊 勉为其难的陪他射了一下 结果嘛 他倒没骗我 只是对于能源点练功的我而言 这法子所带来的好处有限 更别说真切磋起来 哪一方在进宫上更加猛烈 能分得的好处也就越多 哎呀不得不说呀 权力爆发的秦心慈真是好好 完全把我当成陪练 和夫君切磋一把 真是胜过半月勤修啊 不得不说 夫君自从江陵城一游 练过了花间剑指后 果然厉害了不少 不仅把仪清馆的师妹们 收作忠实的拥躲 还和三长老越走越近 甚至 你和师父的关系也是越发的亲密了呢 哎 娘子说笑了 我和宗主也就是普通君臣之情 绝无他意 是吗 师父他比起自由认识的威如道 更愿意相信你 这也是所谓的君臣之情 嘿 我还以为娘子在想什么呢 原来是这事啊 其实我一开始说我怀疑威如道的时候 宗主也有些气愤 不过转念一想 威如道他每次都在我们一筹莫展之时 带来一些好消息 特别是那个白玉燕 简直是来的恰到好处 实际完美 这一切未免有些太过顺利了吧 再加上 娘子你想想 我那天到底做了什么 我无非就是提前告知了一下各位长老 说宗门大会上可能会出乱子 提起他们的警惕心而已 如果威如道确实是叛徒 那么经过我提醒的三位长老 必然会有所准备 待到最终时刻绝地反击 就和那天发生的一样 倘若不是 那我们接着执行扳倒大长老的计划 反正我们是要削弱大长老的势力 并不准备直接动手 到时候人证物证确凿 大长老的团体整体失势 他凭一人之力也无力回天安 若真如此 师父信你也就不奇怪了 娘子 你是幼香 当然是给我聪明的夫君 一点小奖励了 不行 行当然行 不过 分明是我在奖励你吧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